我們整個國防部 整個國家 對於我們這一些飛官也好 我們這一些所有的軍官也好 他們在第一線保家衛國 但是我們最基本 要給他們的保障是 你提供給他的設備的安全 真的一點都不能打折扣 一點都不能打馬虎 今天這一個事件發生之後 大家其實就想到朱冠萌 就是之前這個也是殉職 一樣是FB 對 然後當時他的媽媽 他的那個就是等於是痛術 他就覺得他兒子之前反映的 這個F-51太老舊的問題 他不希望再看見有下一個悲劇 我記得當時他媽媽 其實就有非常沉痛的 告訴國防部 就是說這個問題應該要解決 國防部你之前停飛之後 你做了全部的安檢 你告訴大家說掛保證 沒有問題 但短短的幾個月之內 今天是兩假 然後兩假都是年輕的飛官 另外一位現在還生死未步 就是這個潘上衛 對 就是現在還沒有發現 這個真的是讓大家覺得 到底我們的所謂軍方的保證 有沒有效 有沒有產生作用 你掛保證 然後說都沒有問題 你當時可能也想安這些家屬的心 但是今天又出了這樣的事情 我就在想 其他的還必須繼續飛的這些家屬 心裡會怎麼想 一定是提心吊膽 就是你現在的停飛 只是暫時的停飛 當時軍方告訴大家說 三年內要完全催化完畢 三年就是一年都還沒有到 現在又發生了 請問怎麼辦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情 蔡總統你也不是只有在臉書 發發臉書而已 這件事情你作為三軍統帥 你要非常嚴正的來審慎 就是這一些 我們的軍機老舊的問題 該汰換的有沒有維修到位 然後訓練的過程當中 有沒有哪一些是疏忽的問題 因為每一個環節只要出錯 飛機在天上飛 只要一個環節就掉下來 然後人命可能就沒有了 所以這個部分我真的覺得 三軍統帥的蔡總統 你應該要痛定思痛 在你任內從去年到現在 我們光是空軍 發生這個事故的 真的很多 包括我們之前的參謀總長 他的直升機也是掉下來 然後之前還有一個是F16 還找不到人 你到現在還不知道F16那個駕駛 他的整個機身長 還什麼都沒有找到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底下 包括最近兩岸的形勢 又這麼緊張 我覺得最辛苦的 就是第一線的飛官 還有他的家屬 如果說我們不能提供給他一些 更安全的保證 他每天的出勤 每天在線服役 好像這個家屬就會提心吊膽 然後飛官本身 可能也會覺得 我這個F1這麼老舊 我天天這樣飛 每飛一趟 會不會就提心吊膽一次 所以我覺得這一些部分 蔡總統已經執政五年了 有一些該改善的事項 你真的不要只是發臉書 拿出更積極的作為 來保障我們這些軍官 他的生命安全 我會不會這樣 可是我的天天 那些情況 我會不會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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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人 我會不會這樣 然後再說 我會不會這樣 那些人 你會不會這樣